中國大陸現在還是不斷 向全世界在輸出 他們優秀的人才 不過建勳當然除了高顏值 他們各個能力 學歷都非常的好 我們先感激製作團隊 讓我講了兩級的 韓國花美男之後 為了顧及我的感受 現在我們來討論的是 中國的正妹學霸 好不好 這位學霸叫做林子 講說學霸 一定想說他學習很厲害 念哪邊 北大中文系的 應用語言學 想說這沒有很難 只是掛一個北大的招牌而已 好 跟各位講有多難 就是他在很艱深的中文底子之上 他要做大語言模型的程式 來做撰寫跟編轉 這是像中文的AI這樣子的 所以很難 所以要一手中文 一手學習 你看 他對於他大學 他做了一個敘述 我贏過金師文賦 熬過高速現代 什麼高速現代 高等數學 線性代數 然後品過金石子集 研過演算法的結構 還有文法 句法 勸過神經網絡 所以你們發現左邊是什麼 文學 右邊是什麼 數學 所以它等於是文理結合 這樣的概念 文理結合 一般來講 數學好的 藝術就差 數學好的 藝術就差 就沒有美感 然後計算語言模型 要程式設定演算法 數學來了 請問今天斐魚要上的是微分 還是積分 還是線性 還是代數 這應該是概率 應該是統計學 難怪Google都搶著要他 除了Google搶著要他 他們那一屆就只有他那個畢業生 所以這麼難 好 畢業了之後 他大三就發表了這個AI的論文 然後去Google工作 他工作的實在是太好了 還被Google 納為是機器學習的教科書 所以你看不但是有美貌 而且是有頭腦 然後2021年又跑去念博士 博士念了三年 論文被引用超過2000次 我就問我的大學 我的碩士論文 已經快20年了 被引用超過不到10次 所以這樣的正妹學霸 Google搶著要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第二個學霸 如果你是胡人 對球迷應該經常可以看到這位美女 這一張的資訊量實在是太大了 他跟詹皇的合照 我跟各位講 你會覺得就兩個合照 這哪有什麼 第一個資訊量 這個是NBA第一排 那個NBA第一排你知道有多貴嗎 便宜的就是正常的 大概是1萬到2萬美元左右 如果是總冠軍賽 一張門票要200到300萬新台幣這麼多 所以你看他跟他坐在一起 這是不是資訊量很大 第二個 這個詹皇幾公分 206公分 他206公分 他坐在他旁邊沒有很小隻 他175公分 身材可以說是很傲人 有沒有 身材比例很好 那他的名字叫什麼 叫金兜兜 他出生在北京曾經跳籍 然後最後去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那他念的是經濟管理跟會計雙學位 雙學位 雙學位其實還好 這個應該是商館的商學位 他學霸的程度 應該沒有霸得那麼難 但是我們講說他厲害在哪邊 他曾經受邀到北京舞蹈學院去念書 然後獲得亞裔 選美 所以他會選美 就代表他的這個顏值高 除了腦子好之外 我覺得他厲害的 這個人厲害是在哪邊 他選擇他熱愛的工作 他去NBA 因為他喜歡打籃球 打籃球最高電腦是哪邊 就是NBA 所以他成為NBA的特約官方人員 目前是體育的節目的主持人 所以就是說 你看他現在有流量 有人氣之後在幹嘛 在做帶貨 很正常 因為他身材很好 這個大長腿 真的很容易吸引大家的關注 所以你光是這張彰皇的 這個照片引起大家的注目 你看他選美過 所以跟你講說 這個有沒有學爸爸這麼厲害 我覺得沒有爸爸這麼厲害 但是他厲害的是在於 他勇於追夢 永遠去選擇他想要做的 我們講說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但我覺得自信的是更美麗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現在AI真的是越來越無所不能了 包括你把這個動漫翻譯成各國的語言 還有包括知名韓劇 他整個很浪漫 唯美的背景 其實也是AI生成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